共产党 中国这些年 最可怕的就是没有监督 外界不知道真相 喜马拉雅 海外农场 喜马拉雅我们未来的所有的 包括法治基金法治社会和战友们 海外所有的战友们 咱们的这些平台们 就是最大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绝不能让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再来个比共产党还坏的流氓 不管他有多好 他都应该接受世界的监督 最后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喜马拉雅革命的战友 绝不能再让第二个共产党混着70年 照妖怪 前35年 全西方社会 八九之前 全西方共产党富裕起来搞民主之路 八九之后 觉得共产党给他个机会 WTO他就会改 这两个所谓的35年 70年 把中国柔练了70年 把整个14亿同胞 全中国人 几代人 几十亿 五六十亿人 变成了奴隶 变成了让我们过得足够不如的一帮奴隶 没有监督 没有真相 中国只有一个未来 就是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 和中国一人一票投出的宪法 然后独立的媒体 独立的法治和信仰的自由 信仰是救人心 独立的法治是让你有道德 这个独立的媒体要接受监督 你这才能让世界相信你 你才能跟世界上合作 这是个起码的必然 这还要说吗 权力绝对不能私有化 私有财产绝对不能公有化和被家族化 私人财产绝对神圣不可侵犯 天赋人权 每个人都享受上天赋予的 人的尊严和自由和安全 这是起码一个人类社会 现在基本有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要捍卫的 我们要追求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参与政治 更不会 谋求在那里那块什么利益 这绝对不会的